一进入到冬天呢 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状况 像我呢 就很容易我的嗓子会痒了 然后又嘶牙 然后就开始咳嗽 一直咳一直咳很难受 所以呢 我在我的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安排上秋梨糕 但很多朋友可能会去买啊 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买的是秋梨糕还是糖水糕啊 所以今天我准备自己做一下 哇 这么多梨子 先把梨子用榨汁机打碎 好 把我们的梨子打成 秋梨糕的传奇 来自于千百年来 一直受到地盲将相 达官显贵的垂青 在太医院密藏 高丹丸散方记当中 也有记载它的好处 而明大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记载 梨生者清六腹之热 熟者滋五脏之音 了解了这个原则 它是不是可以随时为我们所用 就不是那味儿 我想请大家猜猜看 我用了八个大压梨 到底最后能够熬出多少秋梨糕呢 哇 熬到这个颜色变了 已经变成了深红色 里面我们熬的东西把它给过滤出来 好 最后熬出了这么一点精华 真是太宝贵了 把它盛起来 那我就去泡水喝去了 你们也喝起来吧